最近中国女篮打败荷兰女排之后 接下来将会迎战日本女排 随着在这一场比赛即将到来 对于所有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朱婷这一场比赛到底会不会首发 还是只配替补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 中国女排3比1逆转荷兰女排 取得开门红 朱婷在比赛最后时刻登场 只上场了一分钟 赛后大合影 朱婷显得很拘谨 袁新月作为队长 主动拥抱朱婷 希望她和队友们尽量站在一起 上个月朱婷确定自己将回归中国女排 但她表示 东京奥运会以来 网络上针对我的各种流言蜚语 蓄意攻击一直没停过 甚至影响到我的家人 我一度对排球失去兴趣 当然从目前来看 朱婷到底会不会首发 我们并不确定 不过想要知道 朱婷对于中国女排的重要性 不妨回顾一下 之前郎平点评朱婷的一番大实话 以及张长宁和李盈盈 这两位主力过往对朱婷的评价 首先在之前郎平带队时期 郎平对朱婷这位爱徒的评价 是非常高的 首先郎平认为 朱婷是个非常朴实的姑娘 不爱打扮 除此之外 还是个奇才物性非常高 郎平甚至非常谦虚表示 就按现在的实力来看 朱婷她的能力 已经超过当年的铁狼头 从郎平的这一番话看得出来 这位中国女排的名速 对于朱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她认可朱婷对中国女排的重要影响 包括在之前征战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朱婷带伤作战非常不容易 球迷都非常心疼 希望她替补休息 比赛结束后 郎平接受媒体采访 非常无奈表示 她不顶着上 还有谁能上 从这一句话看得出来 郎平非常认可朱婷的实力 认定她在中国女排的地位中 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真的应该好好听取一下 之前郎平的一番评价 认识到朱婷对于中国女排的重要性 尽快帮助朱婷更好的康复 接下来拥有更多的出场时间 如此一来横扫各大劲敌 中国女排也可以早日拿到奥运门票 另外一方面 在此之前 张长宁和李盈盈 这两位主攻手 曾经胜赞过朱婷 一方面张长宁认为 朱婷的预判意识非常好 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而李盈盈更是直白表示 朱婷就是自己的奋斗目标 从中国女排 这两大主攻手的评价 可以看得出来 朱婷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她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取代的 基于这一点考虑 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无疑应该安排朱婷得到更多的首发机会 如此一来 中国女排才有可能 在接下来力挽狂澜 打败日本女排 意大利女排这些劲敌 以更好的成绩 进军巴黎奥运会 如果一直让朱婷坐冷板凳 中国女排接下来恐怕会凶多吉少 谢谢大家